宋卓尔情商有多低,听了他说刘浩然的这番话,网友活该不红,说到娱乐圈里长相有点像张伯芝的一个女明星,相信这一定会让大家想到宋卓尔,说到宋卓尔这个名字相信都不会感到陌生了,如今长大的时候也慢慢地揭拍了不少的影视作品,在今年宋卓尔就有多部影视作品上映,虽然今年他和刘浩然一起出演的《九州飘渺路》很好看, 但最让大家期待的还是舌尖上的心跳,相信这部电视剧作品在上映之后一定会大获的,期待他更多的新作品,宋卓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刘浩然的头头套拿下来就像一个锅,还曝出了刘浩然的头尾,说他的头尾比自己的腰还要粗,从他说出的这番话就能够看出宋卓尔的情商有多低,难怪宋卓尔出演的影视作品都没有太红的,活该不红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